在这单元中,我们要讲的是 寻找部分重复资料 首先我们看结果一这个 就是说我要找的是 A栏里面包含有 C栏这些项目的 储存格,然后把那些储存格 全部变成红底黑字 红底黑字 那这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回到 我们的范例一,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把A栏所有有资料储存格 干嘛?框起来 框起来 框完了以后呢,我们选择 常用里面的条件式 格式设定里面的新增规则 我们自己打规则 然后要选的是 使用公式来决定要格式化 哪些储存格 那我们就开始写等于 上 瓜糊 简简 瓜糊 我先把公式 我们自己写好以后 我们再解释 fine 然后我要找的是 C1到C5 储存格的 储存格的资料 然后痘点 A1 然后去跟A1比对 F4 A1不能够锁定 就是要让它空白 然后痘点 第一个字元开始 右括号四个 那我们来讲这个公式 第一个我们先怎样 寻找 C1到C5 储存格里面的内容 到A1 储存格去找 那找的时候 注意到因为我匡的范围 是A1到A10 所以它这个A1没有锁实 它会A2 A3一个一个去找到A10 里面是不是有包含C1到C5 这个项目 有的话呢 它会传回来干嘛 它在第几个字看到 第几个字有看到这个什么 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 因为第几个字呢 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什么 计算 到底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 所以我要在前面加一个叫Islamber Islamber意思就是干嘛 它如果出来的是数字的话 我就让它变成干嘛 真 有没有 Tree 如果传回来的不是数字的 就是假Face 那真跟假呢 又不能当数字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干嘛 透过两个简号 把它转换成为数字 真的就是1 假的就是0 然后转换成为数字以后 我用上函数来算它的加种 加种 那加种出来只要是有数字 就代表是真 那真要干什么呢 我就格式 但是 我说要红色字 有没有 红色字 红色的底 然后确定 红色底 确定 然后再按确定 它这时候就注意到了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有那个 框起来 红底了 可是很多人会说 是土丝啊 A1有土丝啊 C1有土丝啊 为什么土丝没有变 我跟你讲 C1可能有空白件 你看有没有 有一个空白件 我把它杀掉 它就变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讲 你发现到有问题时 你就去点那个储存 点一下看看 它是不是后面有空白件 所以造成它干嘛 不会 成功 有没有 你会看到 有时候就是因为 空白件的问题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 好 再下来呢 我们来讲 第二种结果 结果2 我现在呢 是要干嘛 把西蓝的项目呢 判断 有没有出现在 A蓝的储存格中 西蓝的项目 如果有出现在 A蓝的储存格中的话 我要把它的那个储存格 填满红色 那这时候怎么做 怎么做 我们翻例2 这边来看一下 我先把C1到C11框起来 一样选择常用 条件是格式设定里面的新增规则 我一样选这个 使用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那这时候我们要打 刚刚那个公式等号 上 刮虎 2个减号 刮虎 Is number 刮虎 FMD find 然后这时候注意到 你要fine什么字串 fine什么字串 这时候是要fine我自己 所以C1 C1 处存格 所以F4要把它缩起来 F4不能有任何锁定 因为你要往下移 让它自动会往下移 所以F4不锁 逗点 去哪里找呢 去A1到A9储存格里面找 A1到A9储存格里面找 那我要跟你们解释啊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会再增加 再增加再增加 那你够这样子的话干嘛 就变锁死啊 所以这边我们要可以干嘛 可以达到100 你玩家 你可以一个预估一个值嘛 大概会有多少列嘛 你可以先把它打下去 每次一增加就要去修改公式 很麻烦 然后逗点1 又括号 四个 好了 以后呢 我点格式钮 我要选红色 红色的底 确定 确定 那你就会看到有没有 吐司又来了 我还是把那个半格式杀掉 空白键杀掉 就会看到吐司变什么 红色了 面包 牛肉 猪肋 有没有 豆干 鸡肉 台湾鸟都出现 但是猪肚 猪肝 牛肚 猪心 豆浆 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这是另外一种 就是从什么 西兰去比对A兰的资料 两种方式 看要哪一种 都可以做